大盘跳水 走势形态叫三只乌鸦 这种K线形态三只乌鸦 是一种强烈的叫趋势反转信号 那大盘在这儿还会跌多少呢 2023年2月18号星期六 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从中长线来看 大盘有投资价值 周末给大家一个宽心玩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几天盘面的表现 你看大盘这连续下跌出现跳水 形态叫三乌鸦 虽然昨天上证指数没有跌太多 也只跌了0.77 但是创业板可跌了不老少 跌了是2.51 并且创业板的K线走势 和上证指数K线走势出现了分化 上证指数 看这是一个M头 那么这叫双顶吗 可是创业板呢 创业板可是出现这样 ABC浪下跌 这种下跌还在调整当中呢 那么下周大盘究竟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在周日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策略会 讲的就是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我是古邦 喜欢的可以点赞加关注 加了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以上是个人观点 没有指导别人的意思 我们先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乌要和北约和欧盟三方要举行首次会谈 那么再说波兰要准备向乌提供什么什么战机 大家要知道战斗机呀 再说哈萨克斯坦 说从下个月开始 或将通过有一个叫友谊管道的东西 向德国出口十万吨的原油啊 有人讲说鹅这个地方是不是被人抄了后路了 还是鹅在另辟蹊径 我们看看后续 那好 再说日本 有近40%的企业期待和呼吁说央行赶紧缩小一些货币的宽松吧 为什么呢 要控制一些价格的过快上涨 你看价格上涨 这不就是通胀吗 主要的目的 40%企业呀 出来说话 那就是要一直通胀 好 再说美联储巴金顿 巴金他要说 巴尔金说这个要加息的时候呢 他比较支持 加25个几点 隔夜外盘受到这些影响啊 美股涨跌不移 道指我们看 道指还涨了0.39 纳指跌了是0.58 标普跌了是0.27 你像汽车制造啊 还有一些个食品榜块啊 涨幅榜居前 可是我们的中概股是普跌状态 纳斯达克金龙指数跌了3.14 人们说这跌都能跌出个派头来啊 这不正好跌出个派吗 3.14 我们说欧洲那边普遍下跌 跌的不太多 但是都是一个多点呢 这还行 再说原油 76美元附近 黄金1850 人民币 6.866 人民币啊 又在这位置横住了 那么在这儿 如果出现一个再次下跌 那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口罩都摘了 现在呢 各个什么旅游啊 还包括旅游团啊 出国呀 都大 都已经来了 订单 好 说说谈国内的消息方面 昨天央行进行了一个 8350亿的七天期逆回购 七天期逆回购 当天还有一个2030亿的到期 相当于实际 向市场注水 6320亿 你别看现在注水 这些是七天期 那欠钱需要还 就是下周啊 我们统计了 下周有一两万亿 需要从市场往回抽雪 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么下周抽雪 对应着这个位置的M头 又是三乌鸭叠加到一块 能不能出现跳水呢 或者能不能出现大跌 就像这个创业板似的 在这儿抠个坑 那这个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瑕疵呢 所以这个真得看 那好 再说个重磅点 说证监会取消发展委了 为什么呢 全面注册制实施 这是最大的一条 那么全面注册制 资本市场又迎来大的变革 你像新批制度 像新批的叫境内境外 要同步 不能再搞双标了 那再说上交所 要主动的 把网上这些个 包括投资者的打新 申购单位 这些个从百分 从一千国 要降到五百股 这不就是跟创业板和科创板 保持一致吗 很多东西现在都要归零 或者是都要归层一致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上交所 深交所 包括科创板 什么创业板 还有一些个北交所 可能未来都要保持一致 制度上一致 这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呀 那么更主要的呢 你像证监会还发布了 关于境外上市的一些 拜安制度的管理条例 等等啊 一系列 包括上交所说 减少对交易的 不必要的干预 还有深交所也说了 说明确五大类 异常交易的行为 啥意思啊 不管是不管 但是交易行为一定要管 再有北交所 也要配套实施一些个规则 目的就是 什么东西都要统一了 好 我们看看后续怎么弄 再说一个房地产方面的 河南的安阳 人们说河南那地方真神奇 没错 有一个楼盘推出来 零首付 零月供 那位说这是咋回事呢 有人质疑问 工作人员讲 说贷款下来后啊 不是说不还 而是说月供 刚开始一下来 月供就由开发商来还 你等交钥匙之前 就是客户拿到钥匙 交房了吗 现房交了 交了的时候 哎 交钥匙之前 把钱还给开发商 你不还给人家 人家不给你钥匙 这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在开发商 交房之前 没有利息 贷款即便是下来了 也没有利息 那老百姓多放心呢 还有 一旦说形成了这种买房关系 那么工期可不能拖延 更不能烂尾 因为不管拖延 还是烂尾 都有开发商他自己来还 所以这个呢 看看能不能继续扩散 那么全国如果都领首付 领月供 那这个房地产可要另一个天地 好 再说央行 叫做北向互换通 这个是个新词啊 北向互换通 初期的时候交易的标的 就是有那些个利率性的 还有互换产品 像报价呀 还有结算呢 都要以人民币来弄 北向互换通 就是我们跟外面 好 就提到这儿 再说北京的一些个酒店餐饮 尤其是酒店入住率啊 已经翻倍式的增长 包括酒店的这些个会议厅啊 宴会呀等等 这个订单 增速非常快 这不都是口罩一摘了之后 都开始了吗 大消费 好 再说说第八批国家集采药品来了 这个第八批集采药品启动 涉及41个品种 一共有181个药品 这个里面力度呢 还会不小 但是每次药品一集采的时候 你看啊 正常的药价呢 都得往下弄一弄 尤其是上市公司啊 都像这个中了魔似的 就往下跌 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这背后呢 就是药品集采 相当于价格下来了 价格会很多啊 很多的时候 那药器不就没利润了吗 但是你也不想想 你没利润了 你的这个数量上来了 这用数啊来控制 这不也挺好吗 看看后续怎么发展 再说发改委 近日呢 要对猪肉进行动储了 而且指导地方 地方政府呢 也要同步收储 为什么 猪粮比现在太糟糕了 已经是一比四点几 一比正常的 一比七以下 住着猪肉企业就不赚钱 如果一比五以下 就赔钱 那么你总不能让他赔钱卖吧 如果赔钱卖 这个东西不能长久 所以要动储收储 一收储的时候 价格就上来了 就相当于什么 假如原来市场上 有一个猪 人家国家收一半 那剩一半 大家就得来抢 相当于需求保持不变 但是供给少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价格就会稳定 我会去 再说国家信通院 说2022年啊 国产的手机 尤其是我们国内的手机 出货量出来了 2.72亿部 人们讲说2.72可不小啊 那么相当于 有四分之一的人换一茬 可是你要看看 同比下降了22% 那为什么不买手机了呢 是不是没钱了 消费不起了呢 有这个关系 那么现在 这口罩一摘了 这都有钱赚了 也就是有活干了吗 那这些东西 是不是又得回来了 对呀 刚刚说了几样 大消费也好 还是房地产基建投资也好 等等啊 都在复苏 好 说说咱的操作策略啊 由于时间关系 我在周日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策略会 讲的就是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我是古邦 喜欢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第一时间 你就能看到我发的视频了 好朋友们 我们明天中午 下周策略会见